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看老师霸灯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设计中的黄金分割 也掌握了其中的一款插件 那么这儿课呢,我们主要是来讲一下海报的排版 我们都知道海报的这四个组成元素 从你的文案,然后到你的字题的选择,主题的选择 再到你图片素材的一个搭配 最后呢,是你整体色彩的一个运用 然后具体这些元素呢,它们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或者说怎么样一个搭配 然后比较和谐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这点课要去了解 然后也是希望同学们在这点课之后呢 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能很好的应用在这个时间当中去 在这个排版上面呢,然后有三个重点 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空间感 第二个呢,是对比 第三个就是修饰 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练习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空间 就是你一张海报看上去 无论你是电影的海报 或者说你一个产品的海报 那么你看上去呢,不可能是堆的这样的一个满满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强调它的空间一定要很强 你是需要很合理的去对它进行一个布局 当然你在这个海报的画面中呢,你肯定是有主有刺 有的呢,我们上学课也讲过,有的是以这个文案 突出文案为主,主题为主 有的呢,可能是我以这个图片为主 文字为辅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遵循怎么样的一种原则去排列的 上学课呢,我们刚好讲过这个 黄金分割,然后我们也知道 一个文字也好,或者说你海报上的图片图形也好 它是沿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排列 然后看上去是比较有美感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去挑选出你要突出的重点 是文字也好,是这个图片也好 有了这个重点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重心呢 放到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关键点上 依次的向下去排列 然后适当的留白 以达成你这个海报的一个布局 然后我们可以选一张 海报 我挑选了很多的这个日系的海报 日系的海报在排版的风格上呢 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尤其是在突出一些产品的时候 它做的就是比较不错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接见一下 像它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排列 然后以及它这个颜色和这个主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这样的一个衬托的一个关系 可能我们看到这张海报的时候 因为白色和黑色它俩之间的对比是最强烈的 所以我们可能第一眼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呢 是先被它这个文字所吸引 等一下我们看一看它具体应用到这个黄金分割上的时候 黄金螺旋的时候是不是重心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对比 你把这个构图选好了以后 你这个位置确定了以后 沿着你这个黄金螺旋 或者说你的黄金分割去分配好以后呢 我就要去做对比了 那么对比有这个文字之间的对比 文字之间就是大小的对比 然后呢 这次呢 你就是还要有这个粗细的对比 当然你这个画面 两个画面之间 它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在这个物品上的这个 产品上的这个海报上讲 这个画面之间的对比 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我们会看到电影一些电影海报 这个我们去找一个样图 这个我们去找一个样图 去看电影海报的时候 正邪之间的较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人物之间 对比是十分强烈的 用色也比较极端 然后呢 就是突出二者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图形之间的一个对比 第三个呢 就是字形 可能是这张海报上 我会选用一到两种 或者说三种的字形 那么我对这个字形之间呢 去做一个对比 也是为了突出 然后你主要的这个产品 第三个呢 就是修饰 修饰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做加法 添加进来一些元素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减法 全都是字面的 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就行了 减法呢 是删除一些东西 比如说装饰的时候 像这样的一个镂空 它是修饰的一个手法 去剪掉一部分东西 露出一部分东西 就是第三个呢 就是乘法 重复的复制一些东西 然后重点呢 是用这种框 然后去给它圈住 重点的内容 在这 当你大面积内容都很 雷同的时候呢 那你取一部分 不一样的 那么重点就凸出 就凸显出来了 这也是它做海报的一些技巧 凸出产品的一些技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张海报是不是在这个黄金螺旋上 然后它的一些布局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拷贝过来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已经是做好的了 我们都知道你正常海报的尺寸一般是50乘以70 也有做这个60乘90的 我们以这个60乘90为例 那么90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黄金巨型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90乘以0.618 大概的数值呢是54 那最后你就可以新建一个 宽度就是54 高度是90 封面率这些你可以先忽略 然后你把这个 你复制过来的 粘过来 现在这个版本用起来比较方便 尤其是你在AI里做好的一些东西 拖过来的时候 它会有这些选项 然后是不是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呢 它会保留一部分的像素 你就是不像位图那样 你怎么样拖动它 它会慢慢的丢 丢失像素 会变形 它不会 它有一定的存储功能 然后你再去适当的调整一下位置 那当然如果是你做的时候呢 如果你为了想得到 因为它这个比例已经去失去了 我们只能是去截取一部分 如果你做的时候呢 这些元素 你都是可以分层的 是这样分层的 然后你可以适当的缩小它的尺寸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布局 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它是不是 是否在这个黄金螺旋的中心上 什么位置 它想突出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你可以去拖动 当这个时候它旋转的是这个螺心呢 最中心这点是在这个位置 那肯定是没有物体的 那你要旋转 你看它的中心是在什么位置上 而且它这个螺纹所经过的线 就是沿着这个人的正常的一个视觉 这样走下来 一直走到里面 从里面走到外面 重点的部分都会在它这个螺线上出现 这是你看上去就是比较和谐的一些海报 它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这是日系的一些产品的海报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耐克的一些产品的广告 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你会发现 文案 会在这个排列 然后它加一些元素 然后有这样的框 框选中 然后产品呢是放的很小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为什么看上去比较耐看 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调的刚好合适 那么它肯定是会在这个位置上的 它所有的产品都会在你这个线上出现 如果尺寸合适的话 正常来说 它的应该是这一部分 侧脸的这一部分 然后沿着这个导线最后呢 到这个产品上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在以后课 要做这个实战海报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 这个三点呢就是我们去做海报排版的时候的一个准则 第一呢你要考虑到空间 然后考虑它的布局 然后首先你要确定它的一个重点 你想突出什么 就把这个位置重心放在哪 那第二呢就是摆放好以后呢去对比 尽可能对比呢大胆一点 如果说是你这个对比不是特别明显 那你其实还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对比的工作了 对比呢一定要大胆一点 第三个呢就是加一些修饰 修饰有时候可以加有时候可以忽略 如果你画面足够满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要去加一些修饰了 否则就画色签署了 但是你为了你衬托一个画面的变速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去加一些修饰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讲的 下小课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海报设计的规则 常用的一些规格 以及它输出材质的一个分析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小课再见